十六,西部相報,第五屆敦黃行絲綢之路國際旅遊席落幕欄金113億1871.7萬人設框籠園 2015年7月18日新聞眼耀文A2 張雲相報信 記者張雲,為其一個月的第五屆敦黃行絲綢之路國際旅遊節已落效為幕 昨日,記者從第五屆敦黃行絲綢之路國際旅遊節總結其推進文化體育旅遊融合發展視頻會議上獲釋 此次旅遊節會期間全省累計接待遊客1871.7萬人次 全省實現旅遊綜合收入113億元 第五屆敦黃行絲綢之路國際旅遊節於6月16日在嘉宇關隆仲舉行了開幕儀式 與此同時全省各市交商計舉行了雙百旅行雙踩線、百家媒體私路行等旅遊、文化、體育、商貿等各類活動340多項 吸引了大批國內外遊客 接會期間全省累計接待遊客1871.7萬人次同比增長24.9% 全省實現旅遊綜合收入113億元同比增長25.4% 此次旅遊節期間國際賓客規模空前入境市場期穩回升 接會邀請到國際旅遊組織及私路完善30個國家和地區外賓1000多人 20多個國家和地區50個展團參加了旅遊商品展銷 促進了入境旅遊市場增長 據了解 節會期間全省共簽約旅遊項目267個 簽約金額1356.2億元 簽約金額增幅21.8% 全省共舉辦展覽展銷會35場 吸引國內外參展團3800多家 參觀購物人數達120多萬人次 銷售總額4.67億元 節會期間全省投放203個宣傳廣告 打造私路旅遊熱點 使金縮在國內外的影響進一步擴大 隨著旅遊旺季到來 下半年我省大量旅遊活動也將密集展開 《絲綢之路 敦煌 國際文化博覽會》已在積極籌備中 其他大量旅遊活動即將開始 這些活動涉及體育、文化、商務、宣傳等多個領域 覆蓋14個市州 持續到年底 相關新聞旅遊節期間遊客每天支出80社員相報信 記者歐陽凱傑 旅遊業作為一項綜合性產業 對於條結構、速轉型、穩增長、為民生具有非常強的帶動作用 家與關市敦黃衡絲綢之路 國際旅遊節從6月15日至7月15日以落下為幕 節會對當地經濟及旅遊相關產業影響幾可? 昨日 甘肅省統計局發布了遊客調查報告 通過開展絲綢之路旅遊節及方特歡樂世界開源專項快速調查發現 家與關市遊客人均每天花費為804元 遊客每天花費804元在調查的196位遊客中 省外遊客佔38.7% 其中 方特歡樂世界遊客以省內遊客為主 蘭州及河西地區遊客佔69.8% 省外遊客佔調查比重的15% 遊客比例上 男性佔調查人數的52% 主力均以學生為主 78%的遊客是觀光 旅遊 親情遊市主打牌 有68.8%的遊客以家庭 親憑結伴的方式旅遊 從遊客花費看 人均每天花費為804元 其中消費品領域人均花費佔人均花費的25.9% 人均每天餐飲花費117元 人均每天透霧花費91元 人均每天住宿花費113元 人均交通花費288元 人均景點門票花費285元 人均每天其他花費為71.6元 餐飲收入同比增長兩成調查顯示 在6月15日至6月25日11天的調查時間內 家庭關市限上住宿企業客房出租率平均為56.4% 比上年同期提高7.2個百分點 營業收入比同期增長47.4% 其中客房收入增長30.8% 餐飲收入增長52.6% 全市限上餐飲企業大個體 營業收入比同期增長27% 其中餐費收入同比增長11.9% 省統計局表示 即便如此 家與關旅遊環市存在一些問題 如旅遊業配套服務設施不完善 景區環市停留在觀光營層面 旅遊資源開發利用不夠 從遊客吃、住、行、遊、求 如六方面花費情況看 行、遊、住、吃花費為必須消費 佔全部花費的76.1% 如購明顯不足、商業流通等相關產業 帶動發展效應不足 因此 省統計局建議 應開發更多富有地域特色 文化民族特色 吸引遊客眼球的旅遊產品 推動旅遊消費升級 同時改善旅遊客住行、遊購如等基礎條件 進一步提升整體旅遊服務能力 我們有期限的為 Usually Champagne ,最初是泊下旅遊社在